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天 死因裁判法庭就著15歲女生陳彥霖案件 召開了言訊工作 而陳彥霖的母親亦有出庭作工 但她所說的話 引來網絡的一片嘩然 甚至有部分網民質疑 到底這位是否真是陳彥霖的母親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陳彥霖的母親在作工的時候 首先簡單地交代了她的女兒的背景 她說在女兒出生之後 一家三口本來就是一起居住 但直到女兒三歲的時候 由於她老爸有吸毒和出現了家暴的情況 於是乎兩母女搬到外公家裡住 後來她自己本人搬走了 拉低了女兒和外公一起住 兩母女平均每個星期才見得一次面這麼大把 換言之她兩母女的關係親密也有限 好 接著氣玉就來了 為何她老母說的話 會引來網絡一片嘩然呢 她首先說到 自己的女兒在去年8月的時候 即是案發之前一個月 牽涉到一宗集警案件 案發當日 女兒前往了唐福懲教所探望的男朋友 後來她說接獲了社工來電 叫她去接女兒 但她說自己當時正在做事 於是乎叫外公去接她 後來她說知道了 原來自己的女兒當日和男朋友的老爸 一起搭的士去東涌 後來到了東涌的時候 她的女兒不願意下車 叫她司機去唐福懲教所 由於她是沒有錢給的士費 最後司機就報警 警方接報到場以後 她的女兒就踢倒了一個女警 最後被警員拘捕 並且壓返了梅窩警署 陳彥霖的母親去到警署以後 就說見到自己的女兒走來走去 自言自語 就說她處於一種極差的精神狀態 但是警察就要求她 麻煩你幫女兒去保釋吧 她竟然間是拒絕的 原因是什麼 她說因為不能夠控制到自己的女兒 於是乎就叫警察送女兒入院 然後她自己就送人了 只是說拒絕幫自己的女兒安排保釋程序 就已經是不合乎程理了 更何況正如她自己口中所說 見到女兒精神狀態這麼差 而且只是異常冷淡地打了一個招呼 之後就再沒有理會她的時候 為什麼她還可以捨得 擺下自己的女兒在警署 然後叫警察安排她送院 她自己就施施然離開 天下間有沒有父母會這樣做呢 山長水遠入到梅窩警署 看到自己的女兒這樣的情況 仍然是不安排幫她保釋 這件事當然就引來網上邊的一片嘩然 這樣也未止 陳彥霖的母親還說自己的女兒 就住這單案件 本來就安排在9月12日要上庭 但她又沒有陪自己的女兒上庭 原因是什麼 她說因為完全不能夠接受的女兒變成這樣 她說自己不懂得面對 這件事又是第二個問題了 自己的女兒只有15歲 就要面臨著這一連串的法律程序 當然就是會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作為她的至親 就算在這個法律問題上 不是怎樣幫得到她的手也好 最起碼來說 都要陪伴自己的女兒出席法庭 起碼是表達出一種心靈上的支持 但她就用了一個不知什麼的原因 逃避的話不會面對 然後法庭言訊主任就問到她 當你的女兒因為這件案件要進入女童院的時候 你作為母親有沒有跟進到自己的女兒的情況呢? 這個媽媽很厲害 她說坦白沒有跟進的 只是透過姑娘跟女兒去聯絡 期間姑娘曾經打電話給她 說她的女兒情緒不太好 就送她去屯門醫院就產 她真厲害 一方面又聲稱 兩母女在旁人眼中情同兩姊妹一樣 另一方面又說自己的女兒入了女童院 甚至乎入了屯門醫院 她都好像不聞不聞 只是通過姑娘去跟自己的女兒聯繫 到底她有沒有關心自己的女兒呢? 接著再來 她公稱在去年9月19日在韓國旅遊期間收到港鐵來電 就說在將軍澳港鐵站收到陳彥霖的物品 要求她去拿回 她就說 在那天開始已經跟陳彥霖失聯了 全日WhatsApp都沒有回覆 平日陳彥霖都會跟她交代行蹤 這件事本身已經有問題了 明知自己的女兒面對著一連串難題 又要面對法庭的審訊 又要曾經被判入女童院 而且她作為母親也知道自己的女兒情緒不好 她竟然還有心思還有心意 走去韓國旅遊 作為一個母親是否稱職 難怪那些網民會質疑你的身份 難怪那些網民會嘩然 對於你的言論 而且照她媽媽所說 在9月19日已經跟女兒失聯了 但她何時回香港呢? 是要到9月21日才回香港 即是說中間還有一整天 在韓國旅遊逍遙快活 過不過意得去? 是這樣的情況 明知自己的女兒失聯 都要改機票 都要回來 不是的 繼續玩她先 回到香港以後 她媽媽就去了警署報警 去到9月26日 接獲警方通知 說陳彥霖走了 整件事的時序 陳彥霖的母親就是這樣表述了出來 在網上就有很多難聽的說話出現了 其實都很難免 是不是? 唉 真的 好了 我們一起看看 到底跟進陳彥霖案件的社會福利署社工 她是怎樣去形容陳彥霖的 這位社工叫做唐詠欣 根據她所說 由於陳彥霖經常都不回家 她家人於是找了社會福利署去幫忙 實情這個個案本身都不是由她跟進的 但由於有同事轉職的關係 展轉間由前年開始 才是到她接手 每當她問到陳彥霖離家出走原因的時候 陳彥霖都說 其實跟她媽媽吵架 社工都說 不知是否是藉口 她經常都用這個理由 她怎樣形容陳彥霖呢 她說陳彥霖是非常聰明的 思想比同年多的人都成熟 但人際關係比較差一點 尤其是跟同年齡的女生發生衝突 另外她還形容陳彥霖的性格開朗 雖然會周不時有些火爆 但說出來就會沒事 而且沒有出現抑鬱的情況 更加她是判斷陳彥霖不會因為情緒問題去做傻事 根據這位社工所說 最後跟陳彥霖接觸的日子是9月18日 當晚這位社工就打給陳彥霖了解她的情況 陳彥霖非常高興地告訴她 正在無印良品 即是一間專賣的精品商店買筆 由於那個時間已經到了晚上的9點 過了消禁時間 於是社工就提醒她 要快點回家 好了 收到線後 去到第二天 9月19日 她同樣收到來自港鐵的來電 港鐵職員告訴她 在地鐵站找到陳彥霖的個人物品 社工最後公稱 在感情上最傷害得到陳彥霖是因為她媽媽 因為陳彥霖很不開心流淚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她媽媽 社工認為陳彥霖感情上一直不能有所依託 這樣說 好了 即是說 這位社工口中陳彥霖兩母女的感情 以及陳彥霖母親口中她兩母女的感情 描述就是有多少區別 除了她們兩個人作弓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陳彥霖的外公也有作弓 她說在陳彥霖失蹤之前一晚 就是表現非常之異常 整晚不睡在這裏執房 直至凌晨時份外公就問她 為何搞得這麼混亂 陳彥霖就回答她 說她執行也執不完 又有人跟她聊天不讓她睡覺 就被她描述到好像陳彥霖是否有多少精神問題 接著是社會福利署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唐小姐公稱 跟陳彥霖的交談得知 說她曾經吸食朋友送贈的大麻 而且在去年8月份的時候 陳彥霖去到唐福懲教所探朋友 表現異常不能夠正常對答 又似乎是陳彥霖的精神狀態 這個精神狀態的問題 無論是陳彥霖的母親 陳彥霖的外公和社署主任唐小姐 都有提及過 但是似乎 那位跟進陳彥霖的社工 沒有這樣說過 到底 跟進這個社工 知不知道她 即是曾經吸食朋友送贈的大麻 因為這項資訊其實都很生榮 過去這麼多次的報導當中 似乎沒有提及過陳彥霖曾經吸食大麻 另外在網上有很多人質疑 到底這些自稱是陳彥霖的母親 陳彥霖的外公 甚至有人說自己是陳彥霖的唐姐 到底這些人的身份是堅定留的呢 實際上我自己都想知道 究竟法院會不會有一個制度 檢查一下到底 作供的人士和死者的身份 究竟是否真是親戚的關係 這件事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要確保得到這些人 真是她的親人 也同時可以釋除公眾的疑慮 到底有沒有相關的程序呢 我是全疑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